利用姐妹还有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也非常的感恩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这里坐了一群试货的人 哇 这里都是一群试货的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对不对 是大家的休假日 所以可能很多人还在睡觉 是吧 那还有一些人去哪里 去玩乐 还有一些人呢 工作赚钱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干嘛 我们聚会比较那个 听起来是比较的 我们在这里追求天国的宝贝 阿们吗 所以你跟你旁边的说 我们都是试货的人 是啊 我们都是试货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再累 再忙我们今天都来到这里 要追求这个天国的宝贝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有神的荣耀 有神的爱 那刚刚透过喜恩和唱团 他们的诗歌的演唱 还有他们的见证 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棒 对不对 有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上帝的爱 真的我觉得喜恩和唱团 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唱团 非常不普通 为什么在他们的见证 在他们诗歌当中 看到他们精彩的生命 我觉得昨天听到他们的见证 还有今天不同的见证 我很感动的是 他们虽然眼睛上帝没有医治他们 可是他们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能够继续被上帝使用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所以他们的生命可以活得很精彩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个时候 好像也在面对一些困难苦难当中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 神透过喜恩和唱团激励了很多人 今天他们的见证 是不是也能够激励我们 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方便是吗 我觉得我们相信也可以 我们一定也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就有深信 今天上帝的爱要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样跟你左右两旁的说 上帝的爱今天要大大充满我们 我从你们的笑容当中就已经看到 上帝的爱已经在这里了 我愿今天上帝的爱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他 透过喜恩和唱团的见证跟诗歌 其实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应该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 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好撒玛利亚人 记得这个故事吗 那他的主题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爱 其实也是在预表耶稣的爱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路加福音怎么样讲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也是耶稣比喻的一个故事 好 我们一起来 昨天遥控器失踪了 今天终于回来了 好 我们一起来读来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墙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磁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好 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嘛 它里面讲到的就是爱 好 我们来再从头看这个故事 好 想到有一个人他要去耶利哥 结果遇到什么事情 强盗 很不幸对不对 好 遇到强盗结果呢 衣服被拔掉了 而且被打个半死 后来被丢下 好 弟兄姐妹 如果这个是你的话 你当时会有什么心情 很惊吓 对不对 很惶恐 对不对 会不会也觉得很无助 还有啊 我觉得我好痛哦 被打个半死耶 是吧 而且会不会觉得很羞耻 为什么很羞耻 衣服被拔掉啦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一定里面有很多的无助 很多的不解 甚至很多的愤怒 为什么这个臭强盗 要这样子对我 是吧 甚至心中会有很多的呐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受伤的人 他心中想什么 哇 真希望有人来救我 是吗 我们也是这样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希望有人为我们伸出援手来 结果有没有人来 有 感谢主 来了一个祭司 祭司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人 那有名分 而且是很受尊重的 那看到祭司来了 太高兴了 我得救了 结果后来祭司看见他 他怎么反应 哇 看见他 当作没看到 是不是就走过去了 他会不会难过 祭司 祭司 你为什么没有为我伸出援手 那时候我想 他一定要蛮失望 蛮伤心的 只好在等待下一个人 好 下一个谁来了 立位人来了 立位人其实在当时也是一样 很有地位的 有身份受尊重的 也可以说是神职人员 他看到立位人来了 他想 哇 希望来了 有人可以救我了 结果怎么样 还是一样 他看到可是又走过去了 没有人为他伸出援手 如果这个时候是你的话 你心情如何 好无助哦 谁能救我啊 你可能在那边大喊 谁能救我啊 但是这两个人 看似会救他们的人 竟然都当作没看到 走过去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想要看看我们这个社会 有没有跟我们这个社会 有点相似 有吗 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 出车祸的时候 什么反应 以前的人是不是看到出车祸 我热心了 我赶快去救他 可是现在呢 敢不敢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好像都遇过是不是啊 我们很怕 对不对 我很怕我去救他 反而变成被告 而且我去救他 我很怕家属误会我 反而我被他打 对不对 被踹啊 所以算了 不要惹来这一生的麻烦 还有呢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 昏倒在路上 你敢不敢去救他 你们不敢回答 还是不敢对不对 为什么不敢 我怕他是骗人的 对不对 被骗 或者突然给你撒一个粉 然后你就昏倒了 然后起来的时候 肾脏不见了 钱不见了 所以我们都好害怕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真的我们这个社会 什么失落了 爱心失落了 因为人心越来越黑暗 这个世代越来越混乱 所以爱心被夺走了 这个社会的爱心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真的不免 蛮难过的 可是我们真的期待 爱能够拯救这个社会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十节 好 这个人遇到谁 遇到强盗 对不对 好 也许我们不一定会遇到强盗 但是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 确实看到有一些人 走在路上就被抢 是吧 无缘无故就被抢 也许我们不会遇到这种强盗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绝对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定会遇到一个无形的强盗 这个也是人类唯一的敌人 是谁 哇 你们都蛮认识他的 我跟你旁边的讲 那个敌人就是撒旦 我们唯一的要记得 唯一的敌人 就是撒旦 是魔鬼 他做什么事呢 好 道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这里的道贼是谁你知道吗 不是刚刚那个人遇到的强盗 这里讲的道贼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魔鬼撒旦 在这个世代 魔鬼撒旦 他不断的用各样的方法 要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走 包括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 他通通都要夺走 用各样的方法 所以其实我们从我们这个社会 很多的现象来看就可以看见 他把我们什么夺走了 第一个我们来看 疾病 你会发现现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 只要你去诊所到医院 一堆病人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去就诊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 哇 那等到久了呢 从第一号跑 等到最后 那生病的人 各同不同病症的人越来越多 加上忧郁症 恐慌症 有没有越来越多 哇 其实真的是历年来最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健康被谁夺走 被撒旦夺走了 被这个强盗夺走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很多意外事故发生 而且都很突然 对吧 坠机的事件 今年就几次坠机事件了 包括我们的复兴航空 掉下来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那那些民宅呢 是不是也很无辜 财务的丧失 还有今年的高雄气暴的问题 还有郑洁 那个捷运事件的发生 很多的意外 甚至我们站在路上聊天 都会被自杀的人跳楼 就被他压死 有没有 这种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平安被夺走了 生命被夺走了 财富被夺走了 还有遇见诈骗集团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诈骗集团 他的手法越来越新 是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下一个会是什么手法 他们就是要骗人家的钱 所以仇敌撒旦也利用诈骗集团 把很多的财富骗走了 还有堕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现在青少年发生性关系的比例听说已经70%以上了 他也很高吧 还有外遇的问题 现在不仅是小三还有小四 小五还有一个小三网站 很夸张的 所以很多外遇的问题不断的发生 以致单亲家庭也越来越多 我的小孩在学一下 我问他们说单亲率有多少 三分之二 吓我一跳 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三分之二单亲 我真的为这个世代感到忧伤跟担心 那你们知道现在台湾 台湾的离婚率在全世界第几名你们知道吗 第三名全世界 那亚洲呢 对在亚洲已经第一名了 你们有看报道不错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关心 然后这个世代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看到魔鬼已经不断各样的问题 夺走我们的健康 夺走我们的财富 平安 甚至幸福的家庭 还有人际关系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好像仇敌就是这样 不断不断把这些夺走 偷走 所以这个世代很需要什么 非常的需要爱 爱可以来医治人的心 爱可以满足人里面最深的需要 爱可以带给人生命 爱可以带给人动力 所以爱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基督徒 我觉得在这世代很多人都有需要的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说我们都需要爱 我分享一个家庭的见证 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小学老师 他小学四年级 他来告诉我说 他班上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女学生 他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可怜 很需要为他们伸出援手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探望这个家庭 那去看这个家庭的时候 就发现到 哇这个家怎么这么可怜啊 这一个爸爸他在洗肾 他大概洗了七年 然后后来就并发重症肌无力 你们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他说肌肉会越来越无力 所以也没有办法站立 甚至他会没有办法呼吸 需要靠一些特殊的仪器 维持他的呼吸 那他的太太是柬埔寨的新住民 他也因为要照顾他的先生 所以他有十五年没有回过他的家乡 如果是你的话 十五年没有回到你的家乡 看爸妈会不会很难过 会很想念他们 会啊但是不容易 他为了照顾这个先生 继续留在台湾 那也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先生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顾那两个小孩 一个小四一个小二 那我们接触这两个孩子的时候 发现到这两个孩子好辛苦 小四的孩子他已经不像小学了 看起来像国中 那他小二的这个儿子呢 已经有情绪障碍了 他不会表达他的情绪 所有的感受都不会分享 他只会流眼泪 那这两个孩子平时怎么生活 早上自己起床 有时候我刚才说阿姨要不要打电话 或叫你起床 他说不用 他都自己起来 自己起床 自己上学 自己做功课 放学回来也是一样 自己做功课 自己洗衣服 然后呢自己料理 三餐 三餐完全自己解决 哇小四小二的小孩子 这么辛苦 那所以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们去关心的这个爸爸 需要靠特殊的仪器 后面是他的太太 那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 就想到 你们应该有家人吧 他们就说 他们有唯一的妈妈跟姐姐 可是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好那我们就赶快为他们申请 急难救助金 包括学校啊教会啊 都帮他申请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听他说 他的妈妈跟姐姐出现了 我就觉得很惊讶 太好了出现了 但是他是报坏消息 他说他们出现 是要跟他们借钱 那所以这个钱不在的太太 想婆婆来借钱 姐姐来借钱怎么拒绝 那他也不会领钱 好就把那个账本 全部拿给他的姐姐去领钱 里面十万块全部领走了 里面领 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把钱领去做什么 原来到庙里面去赌博啦 没钱赌博啦 所以要来借钱 听到时候真的很生气 然后也很痛心 为什么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姐姐 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个家在最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自己的家人 还如此的对待他们 所以我真的我感觉到 人的心爱心哪里去了 所以我其实很 那时候很为这个家庭担忧 但是感谢神 我觉得神的爱 没有离开这个家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的家对面 有住了一对基督徒夫妻 那这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他们目前已经没有在 五谷礼拜堂 已经被拆派出去了 就是民书立会夫妇 你们认识吗 他们就住在他们的对面 感谢神 神透过他们 帮助这个家 为这个家伸出援手 所以陆续的带领 这个丈夫受洗 也带领他的妻子 还有女儿 在今年1月28号的时候 受洗了 有没有看到他们很开心 那天非常非常的喜乐 有没有看到 这个爸爸没有带呼吸器 刚刚有带对吧 真的我觉得上帝给他恩典 他越来越能够脱离 那个呼吸器 本来一秒钟都脱离不了的 可是那一天 他说他那段时间 可以离开2到3个小时 所以那天神也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 不需要靠呼吸器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后来那个爸爸他讲说 从他受洗的那一刻开始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爱 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位上帝 所以他最深的期待 最大的训练就是 有一天他想要跟他的孩子 跟他的妻子一起到教会敬拜神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办法来聚会 他们多么渴望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幸福幸福 有一些人想要来不能来 就我听到他们这样分享 我也很感动 他说除了这个 他最大的期待 他希望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他也可以去勉励一些 在软弱当中的人 所以我真的被他们的 这样后面的回应 我很深的感动 特别是想到上帝的那份爱 上帝没有抛弃他们 没有离弃他们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拆开了天使 为他们伸出援手 所以这位神好不好 太好了 神是爱的源头 所有的爱都是从他而来 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 错误的期待 在人的身上找爱 可是找不到 也许前面几天 会让你觉得很满足 但是事后呢 还是又失望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到 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爱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耶稣才是爱的源头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一定要到耶稣的身上找爱 那个爱才会得到满足 我们再回到 刚刚的故事里面 讲到撒玛利亚人 是吧 刚遇到祭司跟利未人 都不离他走了 可是后来他遇到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动了慈心 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在当时 是很被唾弃 非常非常没有地位的人 是很低阶的 很像贱民一样 很不接纳的 但是他的爱情却很大 他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动了慈心 那这个动了慈心的意思是说 他的怜悯心 他的怜悯的心肠就被发动了 所以当一个人的怜悯发动的时候 他是愿意为人伸出援手的 他是愿意付出代价的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 那圣经里面讲到的撒玛利亚人 就是预表谁 你们知道吗 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你们想想 耶稣当死在地上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地位 可是被唾弃的 很多凡塞人 都抵挡他 拒绝他 而且甚至他出生都出生 降生在马朝 耶稣当死是这样 很被唾弃的 所以我们用撒玛利亚人 来预表耶稣基督 那你们想想 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印象 耶稣最常跟谁在一起 有圣分有地位的人吗 不是 耶稣最常跟罪人 对不对 还有又脏又臭的 很多被拒绝的人在一起 包括妓女 贪官贪财 耶稣都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想想 我们呢 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我们都喜欢跟你旁边的那个 对不对 因为他很可爱 对不对 然后就很爱你 对不对 还会对你笑 是不是 我们都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可是耶稣却喜欢跟这些 被唾弃的人在一起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 也可以想象耶稣的爱何等的大 然后前几个礼拜 我去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 带他们 那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这些孩子们好兴奋 好开心 突然之间 我们儿童主日学门打开了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就有一个小朋友突然跑进来 他大概是幼稚园中班吧 他一进来的时候 哇 他全身又脏又臭的 流着鼻涕 然后他一进来 整个主日学都是臭味 你们猜一想 这些儿童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逃啊 对啊 他们就逃到后面去了 我不要他进来 他好臭 每一个学生都 每一个儿童都是这样子这样 老师你叫他出去 我不喜欢他 然后呢 我引导他们 我们来欢迎这个新朋友 没人要吵架 有些小朋友 他们本来很顺服哦 可是那天他们看到 这个很脏很臭的小朋友之后 他们躲得远远的 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反应里面 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 那小孩子当然比较单纯啦 那大人就会遮掩一下 对不对 如果现在突然来了一个 喝醉酒的 流浪汗又脏又臭 突然坐到你旁边 请问你会什么反应 立刻离开他 好真实 好诚实 五礼拜堂的弟兄姐妹都好诚实哦 我觉得应该会有三种反应 对不对 第一个就像你们刚刚说的 你个跳开 哎呦这前面一郎 我怕他会伤害我 又这么臭 那第二个反应是什么 忍耐一下啦 哎呦不然很丢脸的 人家会觉得我没有爱心 但里面呢好抵挡哦 他什么时候走啊 好臭哦 我赶快走啊 第三种反应呢 就好像耶稣一样啊 我们都是属神了嘛 不是吗 所以你们会有爱心 所以那个叫舍己啊 就没有条件的爱 虽然这个流浪汗很臭 喝醉酒过来 可能还胡言乱语了 上面在讲到他 下面在胡言乱语 但是我们却能够像耶稣那样子 爱他接纳他 所以我觉得耶稣的爱 是没有条件的爱 如果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儿童主义学的例子 还有流浪汗的例子 我们想想 耶稣如果在的话 他坐的是耶稣的旁边 耶稣会怎么回应他 耶稣一定是爱他 对不对 接待他 包容他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 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舍己的爱 无条件的爱 这个才是真爱 如果爱里面带着条件 是因为他的外表 是因为他很有钱 是因为他要捐 他有捐很多的钱 我们才爱他的话 那个就是假的爱 不是真的爱 所以我们刚刚讲 真爱假爱 真真假假当中 有没有想到我们最近发生的 很重要的焦点新闻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应该都知道吧 带给全台湾 让台湾全部发疯的 可能让台湾崩溃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假油 食品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很冲击我们了 很多人都在担心 我到底吃到的油 是真的还假的 我吃到的食物 有没有毒品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到底我什么 还是我可以吃的 连那么老的牌子 那么久了都会出问题 还那么严重 那到底我有什么 可以相信的 所以最近的事情 就让我想到 因为我们都关心这些事情 那到底我们多少人 会关心说 我拜的神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拜的神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我其实当我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过去的信仰 跟我现在的信仰 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我29岁才信耶稣 那所以我信主已经20年了 那我觉得我信主之后 我就开始想到 哇 我以前的信仰 真的让我的整个价值观 很不一样 所以我说 为什么拜的神很重要 就是他关乎永生之外 关乎我们的怎么过对的生活 我们过对的生活 有对的价值观 这个社会是不是不会出问题 是吗 我们有对的神 对的价值观 对的生命 这个社会的问题一定会减少 所以我也思考一些问题之后 就想到我过去的信仰 真的把我整个价值观弄错乱了 弄混乱了 甚至我会觉得 哇 那我以前拜的神 真的给我很多的不安 因为我家是拜得很凶的 我跟着父母跟着祖先这样一直拜 那就是一定不会错过任何需要拜拜的机会 那拜拜是不是都要带单楼 是吗 那单楼会不会有时候想要带什么单楼给神明吃 所以以后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带乖乖 如果现在来看乖乖有毒 那我们不是买有毒的给神明吃吗 那就对他不敬 那时候我们就太对不起他了 那有时候还要买可乐 还要买啤酒 那我就想 哇 那我就 我们现在耶稣也不用喝酒啊 耶稣也不用喝可乐 多好 所以我一开始去想 哇 我各位去拜的神好像是假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说 我现在所敬拜的神是真的 那为什么我后来会信耶稣呢 我信耶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哇 信耶稣百无禁忌耶 这里的基督徒你们有这种感受 跟你旁边说信耶稣百无禁忌啊 那么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还有风水的问题啦 还有八字的问题啦 我爸会算命嘛 一天到晚说 你今年要安泰水哦 我印象当中我怎么每年都在安泰水啊 你这胜舌的 主舌的要安什么安什么 不能怎样 不能怎么样 我就发现了 我好多的恐惧 好多的害怕 这个也不能碰 那个也不能碰 然后也不能跟这个结婚 不能跟那个怎么样 偏偏我现在就是跟我爸爸说 不能结婚的人结婚 那就是真的是神的恩典 所以后来发现到 哇 信耶稣百无禁忌 不用再活在那个恐惧害怕的里面 这个神当然好啊 那我也不用去担心 我要买乖乖给他吃 还是要买可乐 还是要买啤酒 哇 耶稣不用吃耶 也不用喝耶 多好 所以百无禁忌的神 让吸引了我 还有第二个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 我不怕阿飘了 你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会怕阿飘的举手 好多嘛 对不对 其他人都不怕吗 其他不怕 好勇敢 我们都很害怕 那现在认识耶稣 我发现到 原来是阿飘怕我 不是我怕他 我还可以斥责他 我还可以赶他 甚至有还去找鬼 对不对 我要把鬼抓出来 所以这个信仰多棒啊 根本不用害怕这个 因为原来我有看不见的权柄 可以去对付魔鬼 所以魔鬼跟不敢来靠近我们 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把这些阿飘通通赶走 所以再跟你旁边的说 信耶稣不用怕阿飘 信耶稣不用怕阿飘 特别你旁边 如果他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你要跟他讲 不用怕阿飘啊 好 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 我那时候感受到 耶稣爱我 我就想到 为什么我过去拜的神明 都没有跟我说 他很爱我 你们以前拜的神明 有没有跟你说很爱你 没有吼 对不对 一般我们都会很喜欢听到这句话 对不对 可是我时候是人告诉我们 我好爱你啊 我好爱你 可是常常有口无心 对吧 嘴巴说很爱你 但是事实上真的很爱你吗 不一定 但是信耶稣之后 我发现到 耶稣的爱是真的耶 他的爱跟我来真的 所以他常跟我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耶稣的这句话让我超级无敌感动的 永远的爱 不变的爱 到我死 他都要用这样的爱爱我 还有呢 他告诉我们 他必与我同在 必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哇 这句话给我好深好深的安全感 我常常很怕被丢掉 因为以前掉到火车下面去 然后又坐错车 很多不好的经历让我很害怕 别人会不会忘记我 会不会被抛弃 所以我觉得上帝的爱 临到我的时候 哇 很深的安全感 我就不再恐惧 不再害怕 因为有一位爱我的上帝 永远爱我 而且会与我同在 所以这样的爱 让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受到感动 那我也觉得 这份爱绝对是从上帝来的 当我信耶稣之后 我发现到 那份爱是从上帝来的 也确实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发现到我有很多不好的生命 甚至不知道怎么去爱人 我常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没有爱的人 但是我发现到 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那样的爱在我里面 可以去原谅人 可以去饶恕人 那我知道那样的爱是从上帝来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段经文 我们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一起读 来 好 这里说爱是从哪里来 神就是什么 神就是爱 跟你左右两方的说 神就是爱 真的 每一个人 我们心中有爱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能够爱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觉得神的爱 能够打动我们 吸引我们 也能够去爱别人 我分享一个见证 我认识一个姐妹 那这个姐妹 在我认识她的时候 还没有信耶稣 当我认识她的时候 就感受到这个姐妹 好像刺蝟一样 那个防卫心很强 而且非常的骄傲 自大 那我觉得这个生命的 这个姐妹的生命 真的很需要救恩 结果后来感谢主 她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我更有很多的机会 去帮助她 去跟她互动 后来跟她互动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她的背景 因为后来才知道 这个姐妹的家庭 她的原生家庭 她的爸爸 除了娶了她妈妈之外 其实她家里还住了小妾 就二啊 三啊 是几个小妾 那因为家里非常有钱 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些的女佣 不是只有一个 两个这样 那有一次不小心 就让这个姐妹看到 她的爸爸 竟然要去强暴女佣 甚至得逞了 虽然她里面就非常害怕 非常恐惧 我的爸爸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她也很害怕 会不会有一天 爸爸也对她做这样的事情 就你们猜有没有发生 真的 那一天真的发生了 有一次只有这个还 我这个姐妹在家 她的爸爸竟然要侵犯她 那这个姐妹本来已经很害怕了 看到爸爸 因为她那时候 已经开始有防备性了 所以当她爸爸 要为她伸出这个魔手的时候 她就尖声大叫 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害怕 所以她爸爸这时候 因为她的尖叫声 就赶快逃走了 虽然没有得逞 可是这个姐妹 她有没有受到很深的伤害 有 她对爸爸的信任完全瓦解 因为她爱她的 生她的爸爸 怎么会想要去强暴她 你强暴别人 怎么为什么 你自己的女儿都要强暴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伤心 难过恐惧 甚至仇视仇恨她的爸爸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渐渐长大 她就告诉她自己说 我要玩骗全天下的男生 因为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那时候呢 确实她玩了很多的男人 那我感谢神有怜悯跟慈爱 拯救了她 后来有人带领这个姐妹信了主 然后她信了主之后呢 她有一次就感动说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要这样恐惧 我为什么要这样仇恨我的父亲 上帝不喜欢我这样 她也想要脱离这样的捆绑 所以她就跟上帝说 我要面对 所以有一次她就找 所有的家人都不在的时候 她自己躲到房间 她就跟上帝祷告 上帝求你医治我 我要脱离过去那个伤害 所以你知道那天很奇妙 上帝的爱就临到她 上帝把她带回到她当天 当时那个景象 她爸爸要侵犯她的那个景象 所以她在那个时候 整个恐惧都来了 笼罩着她 所以她就惊吓到大哭大叫 她跟我形容说 那天她几乎哭到崩溃 哭到腿软没有力气 一直哭一直哭 但是她知道在当中 上帝医治她 释放她 所以当她祷告完之后 走出那个房间 她里面就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原谅她的爸爸 她要原谅她父亲 从小对给她的伤害 她也要原谅所有的人 所以她后来就继续为这个祷告 她就去找她的爸爸 跟她的爸爸讲 小时候这件事情 所以她说 如果不是耶稣的爱拯救了我 我不可能原谅你 然后她的爸爸听了 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她的爸爸在那个时候 就跟她认错 所以这个姐妹也抓住机会 跟她的爸爸传福音 带领她做认罪的祷告 感谢主 那天她愿意接受 耶稣成为她生命的救主 她也一直期待 她要来受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姐妹 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 这么大的伤害 为什么她可以去饶恕 为什么 是因为爱 上帝的爱在她的里面 医治了她 如果她今天没有因为 上帝的这份爱 我想她可能一辈子 活在恐惧当中 仇恨当中 甚至继续玩其他的男人 是吗 所以我觉得她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爱 被医治 被恢复 所以她后来不仅 带领她的家人信主 她还在她的公司当中 很积极地传福音 因为她觉得这位神 是超级无敌爱 我们的神 上帝的爱何等的伟大 因为她自己经历了 所以她现在很热心的传福音 也常常就被上帝的爱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到 这个姐妹的见证 有没有很为她的生命喝彩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艰难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当上帝的爱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回应她们 我觉得就像听到 喜恩合唱团弟兄姐妹 她们的见证一样 总是让人很感动 虽然昨天听 今天在听不一样的见证 我一样很为她们的生命感到感恩 虽然她们的背景是这样 最后上帝也没有医治她们的眼睛 但是她们却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她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弟兄姐妹 你羡慕这样吗 羡慕上帝的爱吗 羡慕把上帝的爱活出去吗 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听的这个信息 真的不仅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也把爱活出来好吗 好 你在跟你旁边的说 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爱 好 那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呢 当然很简单 第一个 你先要接受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不接受上帝的爱 你里面是枯干的啊 就很像饮水机 你今天水 你的水壶干了 要不要去饮水机装水 要吗 你要喝水啊 这个饮水机就很像我们的上帝 爱的泉源 爱的源头 用不完的 所以我们杯子可以去取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接受祂的爱 我们才会有力量去行善 才会有力量活出爱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 可能特别有一些 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其他信仰的人 是不是常常会问我们这句话 每个宗教都是好的 都是劝人为善 你们赞同这句话吗 你们赞同这句话吗 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有人摇头 有人点头 我以前我也认同这句话 是啊 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但是现在当再有人问我 或者是他们告诉我 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说 没有耶 基督教没有劝人为善耶 上个前几个礼拜 我哥也是这样问我 每个信仰都好啦 都是劝人为善 我同样跟我哥说 没有啊 基督教没有劝人为善 他的眼睛就瞪得大大的 不然你们放人什么 不然你们劝人什么 我就跟我哥说 哥 行善能够劝得来吗 如果劝得来的话 现在社会会这个样子吗 不会啊 所以不是劝来的 而是要先怎样 我们要先跟上帝恢复关系 我们要先接受上帝的爱 我们才会有力量去行善 去祝福别人 不是吗 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过去 我的生命也是一塌糊涂 有时候我哥都说 我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然后就很坏啊 满脑子不好的想法 口出恶言等等 我想一想真的也是耶 过去的我 其实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或者是我很讨厌这个人 我就会骂他去死 我就要不要咒诅他去死 要全家死光光 咒诅他出车祸 是这样子 然后有人挡到我 那个车子当了我会去把他鱼刷拔掉 我这个人该死 这个人该教训他 很凶狠 对不对 跟我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不过我过去就是那样 我爸我妈就说 生日子人不要这么坏心 台语听得懂吗 女人家不要这么坏心 怎么心肝那你败 就是说 人生得水水 怎么着心肝那你败 长得很漂亮但是怎么心跟什么毒一样 然后嘴巴常说这些恶毒的话 可是他们这样劝我有用吗 没有啊 没有因为我父母劝我 我哥劝我 我就开始改变 哦是我要开始行善说好话 没有啊 还是这样子啊 那我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脱离 开始不去咒诅别人去死 不开始不去给他拔鱼刷 好开始做一些好的 这就是从我新耶稣开始 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才发现到 哦我可以很容易的 我可以不用去给他拔鱼刷 我可以不用去咒诅别人了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 我觉得上帝的爱在我里面之后 我看人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很讨厌丽梅姐的 我现在认识耶稣了 哇丽梅姐 原来她这么可爱哦 哇她笑容这么甜哦 我开始会去欣赏她 好假如说那个娇妹姐得罪了我 我以前是怎样 咒诅她对不对 那现在她得罪了我 我要用上帝的爱爱你 包容你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美好的榜样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 因为上帝的爱在我里面 所以我可以这样 因此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的 我们是先 劝人先跟上帝恢复关系 我们先来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才会有力量去行善 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吗 阿们吗 跟你旁边的说 所有的宗教 不要讲所有的宗教 想说爱是从上帝来 真的爱是从上帝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份爱 我们才有办法去行善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要行善 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然不是只有嘴巴说说啊 对不对 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 还记得刚刚那个故事吗 祭司跟六位人都不理他 对不对 看到就离开了嘛 可是萨玛利亚人怎么样 有没有付出行动 有 他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 帮他包扎伤口 油跟酒在那时候是药品 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话 其实就是消炎止痛的药 所以你看帮他付了医药费 还要带到店里面去照应他 等于说带他去医院 然后有没有帮他请看护 有呢还帮他请看护 因为你要拿钱来交给店主 请店主照顾他嘛 对不对 你们发现这个萨玛利亚人爱心很大 他不认识他是吗 可是却愿意为他做这些 他为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金钱的代价对不对 我刚讲的除了帮他付医药费之外 还帮他请看护 还有住宿费对吧 他付出时间的代价 有啊我在想他会交代店主 是因为他有工作啊 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呢他等于说 他是付出了时间的代价 所以这样他能够愿意为一个陌生人 为一个受伤的人伸出援手 表示他里面的爱是很大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说 好我们请一起读这段来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圣经已经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只是在嘴巴说说而已 要用实际的行动 你们看哦 有时候会不会当弟兄姐妹 或我们旁边有需要的人告诉我们 最近孩子生病啊 最近家里经济压力很大啊 当他在告诉我们他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很自然的就回应一句话 什么话 我会为你祷告 是吗 有没有很熟悉 每次我们都会加上这句话 那但是到底多少人回去之后 真的为他祷告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还是会为他祷告 可是只有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还是要有行为和诚实 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 那诚实就是有真心的关怀 我们需要不是在这个时候付出行动而已 我们之后还要持续的关怀 去帮助他关心他的需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爱 是要用实际的行动 把他活出来的 大家认识马接吗 你们好像不认识他耶 你们的表情 你们认识吗 他不认识你们啦 就是你认识他 马接博士 她是台湾的女婿 她从小 她是加拿大人 从小她就有一个梦想 她可以到其他的国家 分享上帝的爱 所以后来上帝成就他的梦想 就带他来到台湾 1872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淡水传福音 那在那个时候 很久以前 我们这块土地对外国人 其实很排斥的 包括他讲到的信仰 会不会接受 绝对不会 所以那时候他遭受很多的逼迫 被泼粪啊 泼死啊 被打等等 但是没有打退他那个爱台湾的心 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持续在台湾宣教 那最后娶了他的妻子 他妻子是哪里人 你们知道吗 各位就是我们这里的五谷人 张聪明 后来生儿养女 继续在这里 那他传教三十年 带了好多人 好多人信主 那他也拔了很多很多的牙 左边那个黑胡子的是他 那他也设立很多的医疗院所 包括现在的马街 还有新办学堂 好像淡江高中啊 淡江大学啊 还有真理大学 其实都是因为马街 马街的带领 马街在这里所做的 那所以他在台湾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我们讲善行啊 他在台湾做了很多的 祝福台湾的事情 所以是因为他里面的爱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离不开台湾 因为他爱台湾 那一直到后来 他就激劳成疾 最后他因为得到喉癌 然后后来安息主怀 他把他的一生献给台湾 亲爱的兄姐妹 你觉得是台湾人比较可爱吗 不是哦 是因为他热爱中国文化吗 我想也不是 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的里面 瞧望着他 带领他 呼召他来到这个土地 分享上帝的爱 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马街 因为他在这里做的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是吗 因为他们很多宣教 是为台湾所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信仰 那我觉得他的生命 有个座右铭 我们把这八个字读过好不好 来 为烧尽不怨朽坏 这是他的座右铭 一生一生的座右铭 所以我自己过去 在马街工作17年 然后最近我对马街并不陌生 一直到我离开马街之后 我还是常常会想到 马街的精神 还是会想到他这句话 所以有时候我在服事很累 或者是对人失落爱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再次想起马街 当初他是怎么样服事台湾 这地的百姓这么的讨厌他 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多的困难 但是他就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爱心跟时间在台湾 埋在台湾 所以说他这句话就成为我的鼓励 我就知道我要学习像马街一样 灵为烧尽不愿朽坏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非常喜欢这句话 是吗 我期待这句话 马街的精神我们也放在里面 那当然更重要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精神 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里面 调望他 然后他也不是只有嘴巴说说而已 是吧 他用什么活出来 实际的行动 他把上帝的爱带来台湾这块土地 用实际的行动来服事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我最后要做一个结论 我今天在这里分享这个信息 不仅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其实我也期待我们这里 可能你是第一次来 或者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新朋友 我都很期待我们能够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地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可以把领受上帝的这样的爱 然后呢 我们勇敢地把上帝的爱活出来 我觉得这样就像喜恩合唱团的弟兄姐妹 他们虽然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很特别 但是他们最后呢 他们勇敢地把他们的生命活得精彩 而且去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不是只有在台湾 我觉得他们在各个国家 特别落后的地方 他们也去为他们伸出援手 所以我真的也很期待 他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 可以激励我们 我们也可以去帮助那些 在落后国家的盲人好吗 他们真的有需要 需要有更多上帝的爱介入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期待我们今天 我们就在这里的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活出上帝的爱 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 更加有盼望好吗 好 请你跟你旁边的说 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爱 好 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这首歌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唱 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就很被上帝的爱吸引 他说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比海深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的爱 谁的爱 那个就是耶稣的爱 没有条件的爱 还有呢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信爱 把心中这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火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弟兄姐妹 我们把最后一句念出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一次来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 好 我们这首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 活出爱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信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我们再从头来 从头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信爱 把心中这份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稿的爱 耶稿的爱 祈祢活 祝我 称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 是的 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耶稣的爱点让我心中熊熊爱活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就远了来 牵着你旁边的手 从上帝的爱要来触摸我们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情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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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是的 是的 耶稣的爱 别让我心中熊熊爱活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别让我心中熊熊爱活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弟兄姐妹 我们这时候 闭起我们的眼睛来 就我们来思想这份爱 这份长阔高深的爱 就如诗歌里面所唱的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摸不着 吃不透 但是却看得见 我们知道这份爱就是爱我们的耶稣 是他舍己的爱 没有条件的爱 他已经为我们使 救赎了我们 我们也因着他的牺牲 我们得着这份爱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渴望不是只是 希望我们得着这份爱而已 他渴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他渴望我们能够把这份爱活出来 去祝福更多的人 就像今天喜恩和上团 神透过他们 透过他们的见证 透过他们是个祝福的许多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羡慕 是不是也愿意用这样的心来回应神 说主 我不要只是得少你的爱 我也要勇敢的把你的爱活出来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有这样渴望的话 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举手说 主 我要回应 我要回应你的爱 我不要成为透流恩典的人 我要在今天开始活出你的爱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们举的是给神看的 神看我们的心 好 请放下来 好不好 这时候 你来对神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你跟神说主 就从此刻开始 我不要成为自私的人 我要回应你 我要回应你 我要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你 回应你的爱 而且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好吧 这时候我们就一起开口同声 为你自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祷告 Hallelujah 主啊 谢谢你 你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 吸引我们 主啊 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爱